所有支持國民黨的這些好朋友 一定是覺得好事總是多摩 心裡可能是覺得非常焦慮 本來看到韓國瑜18號 從美國回來覺得 這個已經要準備直接徵召 已經大勢底定 沒想到半路又殺出了陳咬金 我必須要講 以我個人的看法 我是覺得昨天國民黨的中常會 面臨了霸王壓境 所謂的霸王壓境就是說 今天因為是郭台銘來了 然後又講了一句 絕不接受徵召 對不起 雖然我跟陳惠文在很多觀點 不太一樣 但是在這個觀點上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是要來代表 國民黨的參選人 你怎麼會講絕不接受徵召 第一個 國民黨目前沒有要徵召你 第二個 你已經比中常會 比所有決定未來初選 人選要怎麼產生的這些機制 都大嗎 就是因為你是郭董嗎 我覺得這樣好像 對我們朱立倫市長 對周錫瑋 對其他要參選的王金平院長 不是很公平吧 相反 今天 公平 更公平 相反 你先讓我 你剛剛你要等我講完 你要等我講完 就是說為什麼今天 是郭台銘出來了 然後我們又要從直接徵召 回到初選呢 為什麼當初曾經有朱立倫 曾經有王金平 那就不要初選 曾經有周錫瑋都不要初選 我覺得這個好像不太對吧 就算是有一個很強的人選出來了 你還是要最後要決定的是一個最強的人選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郭董昨天來這個 而且說 我覺得我不接受徵召 我覺得這是沒有道理 黨的機制是什麼 黨最後如果機制決定的是徵召 你不接受徵召 你不要來當國民黨候選好了 對不起 我不是對郭董個人有什麼意見 我只是覺得 按照當然大佬他很高興 為什麼他很高興 因為他看到郭台銘來了以後 他覺得你看 立刻反將民進黨一軍 對不對 你看國民黨都要走這個 走這個初選制度 你民進黨還可以這樣一直 這個騎乘一直不決定 然後一直往後延嗎 剛好給民進黨一個樣板 是不是 你知道我旁邊 你硬把話塞進我的嘴巴 我老是這樣講 你沒有這樣講 但我覺得 民進黨在走變形的初選制度 跟國民黨走回初選制度 也是變形的 不相上下 高興不在這裡 高興是說 絕對要最強的人出來 讓科幣沒有搞頭 講兵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還有一點 我覺得並不是非常欣賞 就是不要總是扯到神明 媽祖是非常有慈愛 非常有包容性的 你看如果說當林肯今天出來 願意為黑人講話的時候 他是因為為了公益而要出來 為了公益而要出來奮鬥 像國父聖宗山革命也是 林肯不會說 我是因為上帝托夢給我 所以我今天要出來 廢除黑奴的制度 國父當然也不是因為 哪一個觀世音菩薩托夢給他 他當然是為了要救天下蒼生 要推翻腐敗的滿清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郭董要拿這個來講 而不是以一些 我要救台灣的蒼生 我要怎麼樣 有什麼樣的理想 有什麼樣的偉大的政見 然後講出來說 然後我要宣布參選 我覺得這樣會更好 不然如果郭董 未來就算郭董出現了 你參選結果你是敗選了 媽祖的這些信徒們 這個媽祖要作何感想的 就是說媽祖會覺得 是不是我的神力 好像有點被煩人 給拿來濫用了 我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覺得我其實贊成 這個柯知恩委員的講法 就是說但是我覺得 目前以韓國瑜的說法看起來 當然很多人跟我講說 韓國瑜有時候是性之所致 他講話並不是 這麼有一些特定的用意在裡面 然後昨天郭台銘說要參選 他又說原本是文藝片 變成了武俠片 如果他跟著加入 就變成驚悚片了 至於自己會不會變成第四個人 他哈哈大笑說是打麻將 如果以打麻將來比喻的話 我覺得昨天郭董 是無預期的殺出來 然後攔虎了 本來看這一局 就已經徵招 已經變成一個定局了 然後郭董又殺出來 然後說我絕對不接受徵招 我覺得今天要看的是說 也許到目前為止 我不知道等一下 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新的民調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郭台銘的民調 如果說是高過柯文哲的 好像最近有一些報導說 民調稍微領先柯文哲 但這樣的民調我們就要講 今天誰最適合出來代表 國民黨參選 不是光看現在的民調 而是要看這位候選人 未來可被攻擊的罩門有多少 我認為這個是一定要算在裡面 而郭董今天出來 我覺得郭董 會不會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如果韓國瑜今天不參加了初選 不參加初選 因為他說他不參加 好 最後是郭董出現 假設 假設我沒有對朱政長不見意思 假設是郭董出現 那麼郭董出現以後 因為一直遭到民進黨 比如說你在大陸有多少資產 你要不要放棄紅海 你要不要展現你愛台灣的決心 等等 你所有的政策主張 是不是為了圖立你紅海 我覺得其實 如果連韓國瑜出去賣個水果 都可以把它打成賣台了 我想請教一下 郭台銘 郭董身上 有多少可以打的東西 未來如果今天民進黨說 那你知不支持一國兩制 那韓國瑜是說 我不支持港澳市的一國兩制 請問郭董要怎麼回答 而且這不是你長遠 才要面對的事情 你可能馬上就要面臨這樣的回答 所以我覺得 如果郭董執意參加初選 而國民黨最後也選擇了 初選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情況是 郭董出現了 可是一路打一路打一路打 郭董的民調越來越低 最後不得不被迫振錢換帳 也就是換住2.0版 又來一次 我認為這是黨中央要審慎考慮 然後多做幾次民調 也請各位好朋友 再給國民黨一點時間 讓國民黨真實了解 老百姓的一些意向 剛剛談到 沒有人要徵召郭台銘 所以郭台銘為什麼此地無銀三百兩 說我不接受徵召 因為從來沒有人要徵召他 然後他說我不接受徵召 我只參加初選 我的問題是 為什麼沒有人要徵召 郭台銘出來參選 我的問題是在這裡 那是因為國民黨的基層 或是絕大部分的泛藍的 他們的評估是認為 郭台銘沒有理由 會擊敗民進黨的候選人 或者是柯文哲 也就是說 他並不是有最大聲量的人 不是有最大聲量的人 可以擊敗他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徵召郭台銘出來 所以沒有人要徵召郭台銘 既然沒有人要徵召郭台銘 郭台銘為什麼要 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出來說 我不參加 我不接受徵召 沒有人要徵召他 為什麼沒有人要徵召他 因為沒有人認為他能夠贏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他說我不接受徵召 我只參加初選 這不就是在卡罕 接著另外一個問題來了 那也就是說 當你要出來選的時候 你的資格的問題 當然又被挑戰 你的資格的問題 按照現行的國民黨的黨章的規定 你是沒有資格選的 你現在國民黨又要為他 來量身訂做改變你的規則 來去讓他有這個規則 有這個資格 這個國民黨像什麼一個黨 這第二個 第三個你頒發他一個榮譽狀 那麼所有的輿論 我們現在看到絕大部分的輿論 含藍營的媒體的輿論 都認為這是在幫郭台銘解套 再幫他解套 換言之也就是說 你給他榮譽狀的目的 是幫郭台銘解套 郭台銘的榮譽狀裡面三個理由 第一個 創業有成 第二個 借錢給國民黨周轉 第三個 黨寧50年 這樣子就構成榮譽狀 如果這三個理由 可以構成榮譽狀的話 太多人可以拿到榮譽狀 我覺得這個就對於 孫義璇先生有很大的侮辱 孫義璇為台灣拚了命 拚到什麼程度 一身清廉 獨立成功 那麼在任內的時候 工作中中風 我們都感覺到很痛苦 也就是我們叫做 永遠的孫院長 他才換得一個 國民黨的榮譽狀 而這三個理由 就可以換一個國民黨的榮譽狀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的榮譽狀 榮譽狀可以是創業有成 給國民黨錢周轉 然後黨寧50年 這樣就是一個榮譽狀 我就要問一個問題了 因為選戰還沒開打 2012年的時候 郭台銘 他那時候要到台北線去投資 他就很生氣 他說我打電話給蘇貞昌 找了他六個小時找不到 蘇貞昌要找我政治捐獻的時候 五分鐘我就給他回電了 大家會問 2012年總統大選在即 蘇貞昌要跟郭台銘政治捐獻 郭台銘捐了多少錢給蘇貞昌 來跟國民黨競爭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郭台銘捐了多少錢 給國民黨的對手 來跟國民黨競爭 榮譽狀的標準原來是 捐權給對方來去打握 國民黨的候選人 這個人也可以得到榮譽狀 而且他在2016年的時候 攻擊朱立倫 他說朱立倫遠不如蘇貞昌 憑什麼還滿腦子在笑想 下一個總統大位 他也是這樣直接攻擊朱立倫 所以我的意思是 選戰還沒開打 那麼從他過去的講話 還沒開始挖出來 目前已經可以馬上看出來的 就是這些數據了 以後要挖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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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出來 這個選戰還要怎麼打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目前的整個動作 我感覺我自己主觀的感覺 我覺得是在卡韓 我覺得我就一直在推敲 卡韓的理由在哪裡 目的在哪裡 我先假設是在卡韓 我再強調我主觀的認為 我就在想 卡韓應該要有個動機 有個理由 一個是不是因為 韓國瑜不是政治貴族出身 政治的爆發覆 突然間在政治上紅了 贏得高雄的選舉 那麼可能也會成為 中華民國的總統 政治爆發覆 很多人內心裡面太不滿意了 太不爽了 因為他不是政治貴族 不是家族 那是不是對韓國瑜有意見 我個人認為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看不起韓國瑜 就不讓他上來 這是我的一個推測之一 第二個 會不會擔心 如果韓國瑜一旦選上 中華民國總統 按照國民黨的慣例 當了總統以後勢必要當黨主席 一旦當了黨主席 韓國瑜會不會 因為已經到了 應該要世代交替了 讓更多的國民黨的中生代 新的這些政治的參與者 開始進入國民黨的黨中央 這些老一代的 都吳登義 馬英九等等 這些人是不是都應該要退出來 要讓國民黨的中生代上來 這些老人不願意走 不願意走 不願意進行世代交替 一定要把韓卡住 是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是的話 也應該要講清楚 當然這我強調 這是我自己的推斷而已 進入國民黨的中心 部署